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一连一度的广本赵梦节又开始了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现场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走 第一时间先看一下现场这些车友带过来的很好玩的车 第一台我注意到的就是这一台顶着狮子的车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广东特色 真的要多看一下这种传统的东西要多多弘扬 为这位车主很用心啊就很友善的提醒了各位 改了气动之后降低的时候呢 这个轮骨跟这个轮差跟轮尾之间的太小了这个缝隙 他就做了一个提醒小心不要夹到手 而且呢有本地的特色就照顾到语语用户的习惯 所以呢他又在这边弄了一个语语版的 诶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很用心很有意思 这台本田应该大家在网上都有看过他的照片了 今天终于看到食物了 真的很大 一个头都能塞得下 生锈了 飞度改Turbo也见得多了 改增压机械增压Supercharger也见得都没有 而且还是个鲁式的磨感的这么大一个东西 哇很硬哦 这台呢曾经是我很想要的一台车 本田的CRZ也是本田第一代的混合动力系统 IMA系统的这些一系列搭载的车型里面 唯一一款 个人觉得设计比较好看比较前卫的小跑车 那实际上它底子是一台飞度 但是呢它这个语言之真的是很能抓人眼球 而且确实是进到了我的心里 只不过这台车现在二手市场价格还是挺高的 随便便八九万甚至十万以上都能卖得出来 KCAR的本田的小跑车S660 大家站在身旁就能够发现它的尺寸有多么的紧凑 那它实际上它的前辈是Honda Beats 也是当年平成ABC三大小跑车的其中之一 哇确实这台车好想拥有它 这么小的一台小跑车 到平时在城市里面开着爽爽 大概多开心的一件事情 刚刚在那边看到那台行格顶着粉色的石头 就觉得它应该很独一无二 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 但没想到这边这台号影也顶着一个石头 而且是一个大红色的 红色石头配这台黑色的号影 确实看起来这个搭配很帅 看来喜欢广东传统文化的人都是心有灵犀的 每一位本田的车主都有一颗拥有Type R的心 哪怕它开的是一台家庭用的SUV 它也依然会想要自己的中网边上有一个Type R的logo 广本的赵梦杰怎么能够少了经典车的身影 然后身边这些就是情怀经典车吗 雅阁这个车系在广东这个市场里面可以说是地位很重要 而且是很多家庭里面的发家自负车 其实实际上很多本田车一样都是在广东这边很多家庭的发家自负车 所以这边的这些情怀车除了改装之外它上面还有特别的贴纸 展示每一台车有多少万公里的总的行驶里程 然后基本上都是这些车主陪伴了很久的爱车 见证了他们很多的人生的重要时刻 那么这也是汽车作为一种不仅是工具 实际上在很多人喜欢车的人眼里面的话 车是他们生活工作奋斗的很重要的伙伴 所以汽车身上的情感价值也是通过这些经典车很直观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的 EMPR也出现在了本田的赵孟杰的车聚的现场 也就是说新能源的成员也要开始玩文化了 只不过这些车到最后会往什么样去发展呢 新能源的车主们会怎么样玩这些本田呢 我们拭目以待今天这台还是原装车差点一死 那其实今天在这个本田的赵孟杰现场跟往年一样 其实新车的存在感呢并不太强 反而呢就是像是让车主们 本田的车主们一个展示自己爱车 展示自己改装风格的一个很好的官方平台 那么每一年呢这个赵孟杰现场都是那种玩车氛围很强的阵营一个地方 那实际上呢近些年啊汽车已经不单只是一种出行工具 其实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啊会逐渐去发掘里面 汽车身上所带有的那些情感价值的东西 包括车企本身呢其实会越来越重视这个用户群体的运营 那实际上呢本田在这个方面做的一直是很好 而且呢本身这群的用户群体这群粉丝呢也是有很强的联系 所以呢才能够看到我们现场在这里有这么好的一个 车迷的一个汽车文化的这样一个氛围 那确实近几年呢合资品牌在中国市场遇到的这个主力 遇到的这个挑战是越来越大 包括本田也是在新能源化的这个进展方面呢 是会有一定的挑战 但是呢在今天在赵孟杰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本田的用户本田的消费者实际上对这个品牌 还是有他独特的这个情感在这里的 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在新能源这件事情 在中国市场进一步发展的这件事情方面呢 本田应该很好的利用起他这个粉丝的基础 看看那个吉派2能够改出什么样的风格 玩出什么样的风格 说不定啊也会是一条别样的出路 好 今天这个本田赵孟杰呢先跟大家带来看到这里 我们还有party要参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